又一位年轻女演员离开了这个世界,曾是徐征柳妍搭档,年仅三十六岁。 文许悠又一位年轻演员离开了这个世界, 三月七日晚,李爱佳上海影视工作室发表复告证时, 曾出演李卫当官二等影视剧的内地青年演员李爱佳因突发疾病, 于三月六日在北京家中去世,年仅三十六岁。 几天前,他还在微博宣传自己主演的新电影《我们都是好孩子》。 据公开媒体报道,李爱佳生于1982年9月9日, 毕业于黑龙江省艺术学校,曾出演过的影视作品, 包括电视剧《李卫当官二》、《金锁记手心手背》、《岳母的幸福》等, 但他在其中多是配角和徐征、柳妍等都曾搭过起。 此前,李爱佳获得过第一届中国三亚国际电视广告艺术节金列子奖金奖、 电视广告片表演奖。 消息证实的同时,李爱佳的弟弟发文悼念, 称我知道我姐姐虽然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小演员, 但是总是在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, 每天都在积极向上的生活。 本门未经允许,请卧转载转载, 或商务合作请留言火星试验室、 博雅天下旗下产品播客天下、 荣卧等媒体鼎立支持。